真的是新兴电 前两天我终于收到了我的定制版 M2 Pro Mac Mini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 对新买的东西 尤其是这些精致的产品 非常享受拆包的那一刻 买买买确实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打开包装 里面也非常简单 主机和一根电源线 还有一些没用的说明 除此之外在乎他物 我这款是定制了万兆的有线网口 硬盘加到了1TB 后老款乞丐版M1 Mac Mini 256GB 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新款M2 Pro机型独有的4个雷电式接口 其他就没有区别了 我最开始是预定了512GB 但这次SSD的速度和M1是不一样的一个配置 降速的问题导致我思前想后 还是最终更换了1TB 因为手上没有雷电4的数据线 两台主机我是通过网线连接 把数据传输 好 我们一会见 我们先来看看SSD的表现 这是我老款M1 256GB的速度 它也比现在的新款M2基础版要快很多了 再来看看新款M2 Pro 1TB的速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很在意这一点的话 M2系列1TB就是起步了 这次的M2 Pro机型在HDMI的规格上终于来到了2.1 在4K分辨率下最高有240Hz 不过我的BenQ显示器最高只能4K 60Hz 包括苹果的Studio Display也没有高刷 这样找一款合适的高刷显示器 这是我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事情 看苹果今年能否更新 另外相关的跑分什么的我就不做了 你们已经都看烂了 还是从实际使用上来看看 这个双轨4K25帧加上多种附加插件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看两者到底有多少的差距 前面我们看到了SSD的速度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看看在App应用打开的速度上差距有多大 我还是用日常使用频率很高的Final Cut Pro和Photoshop 来演示一下 其他的一些小应用我们就不看了 基本上都是记点记开 前面说了这是HDMI 2.1的升级 我想肯定有人会考虑把它当App TV用 网络方面它确实比App TV有优势 因为它有客户端 HDMI 2.1也强过App TV的HDMI 2.0 我现在就把它接到我的Sony电视上 看看在4K120Hz的内容下 表现到底怎么样 分辨率这里已经上到了120Hz 包括还可以支持动态刷新 打开HDR 先看看本地4K120Hz的视频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OK还是本地AV1格式再来看看 很流畅有没有 包括随意的拖拉 真的是非常流畅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之前测过的 App TV4K第三代中也测过AV1 它的本地比6代是要好的 但确实在流畅度上是拼不过现在的M2 Pro芯片的 这个也可以理解 配上苹果的Magic Keyboard和Magic Treadback 就可以随便玩了 再来看看在线情况 4K价也是秒开 有媒体方面 奈飞迪士尼 这些当然也更不在话下 当然了 如果有遥控器的支持就更完美了 不过你也要考虑一下 Mac mini Pro版和App TV4K的价格差了 好了最后再来看看网络情况 我的万兆口也是为了未来三到五年的升级需求配置的 先来看看现在的网速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武汉电信2000兆的宽带 跑满它 看来是非常轻松 再来看看内网速度 也OK 刚好借这次Mac mini的升级 我把家里的光猫 软路由 交换机 等等这些都更新了一轮 到2.5G 具体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后面我会单独出一期节目来说 其实如果你是初次接触Mac的话呢 现在的基础款 教育优惠才不到4K 拿来熟悉一下练练手 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日常 简单工作 都是完全没有一点问题 但如果你是准备拿来挣钱 是生产力工具的话呢 建议还是上Pro版 游戏我就不多说了 一句话 现在的Mac 依然不适合拿来玩游戏 何况还真没什么游戏 相对于Windows PC的All-in-One Mac还有很多要做的 但至少目前3699 教育优惠的价格 就能让你跨入门槛 并拥有还不错的性能 这一点上就非常不错了 随着用户数量增长 无疑对生态环境是有利无弊的 今天的快速开箱就到这里了 后续我也会继续分享一些 新款Mac mini的长期使用体验 如果你的这些内容感兴趣 请一定记得三连支持 YouTube的小伙伴 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